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特别神秘的 它每天都会制造出很多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这部在近段时间就有很多消息称 海上飘来了一把烂木头 绝大多数人都被这样的景象杀坏了 但因为老渔民看到之后却表示发大财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根据我们的了解 最早发现这件事情的是两个在海滩游玩的游客 他们在不远处就发现海上飘来了一根烂木头 这根烂木头上面有很多的生物 他们都在不停地驱动 看起来特别的诡异恶心 这两位游客根本就不敢靠近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都在想这根烂木头上的东西是什么呢 但人们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木头上的东西到底是啥 看到他们全都在不停地驱动 大多数人都吓坏了 但一位老渔民从这个地方经过 看到这一景象之后就连连表示发大财了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这根木头上的东西就是鹅井藤湖 它是很珍贵的被人们称之为地域海鲜 在市场上的价值很高 尤其是在欧洲境内 人们为了获得这种海鲜 都会不顾一切地跑到浪花特别大 特别危险的地方采摘 在欧洲境内这种海鲜的价格是很高的 一公斤就是200欧元 所以这位老渔民看到之后就特别的高兴 连连表示发大财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你在海边发现过这种海鲜吗 在海边发现了布亚